有各种不同的例子 那这个是从另外一本 这个日本人写的书 目前HL5中文书里面最好的就是那个 我没有带了 那个叫做什么 白石 有一个 有一个日本人 他写的书中文书里面比较好的HL5 就是他那一本的 没有第二本 那他里面有个图就是HL5里面包含的东西有哪些 好像Canvas 离线应用Drag and Drop等一下也可以看 Communication 其他还有一些像 Web Storage我们已经谈过了 Web Socket Web Socket就是在Web上面能够双向沟通的 Web SQL Database我想我们不用看 Web Storage为主了 Server Send Event 就是Server能够Push制药出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Server Send IndexDB我也不要看 这两个Dayabase的部分 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熟 而且还有很多问题 就不要看现在主要在Client端除了Web Storage Five API还没有完全 Data Cache也重要 那Web Worker也很重要 Web Worker的话就是 在Client端我还可以把一些动作放在背景中来做 我不是放在这个 直接我把好些Worker可以放在背景中在后面做 所以Web Worker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 HL5的API 这些都需要程式来帮忙 它有这个机制在这里 然后需要程式来帮忙做的 所以大概整个feature包含这些 那好那我们就跳到这个网站来看一下 你讲了把他帮他吹牛很久 然后总之要看一看他的这个 我应该要用 Chrome比较好一点 我应该要不要开Chrome 开Chrome可能 不用了 那他直接 我怕有一些可能不行 那他这个 这一个 presentation 他是tutorial 他自己也就是用HL5写的 他下一页上一页是用这个箭头来控制 然后他可以 这样打s的话 就是看他的这个page source prevent 这是要的 这pop up 他就会pop up 一个出来 然后可以change这个thing 就是这个 change这个桌面的 还是把它弄到Chrome里面去 好了 所以他这边这等于是一个 一个 这边下面有些control 这第二页 我到前一页的话 就用箭头来控制前后 那第一页 那里面有些help 那这个目录 回到首页 然后目录在这里 目录可以跳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然后 所以下面有些control 目录 然后这边是note 就是下面可以加上一些这个 然后 sauce 就是这一页的 这一页H 它本身就是HMFI写的 它造成这些效果的那个 sauce code 是在 就在这里 就是它这一页 是用哪种HMFI写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网页嘛 这一页是 那然后 所以把这个 notes拿掉 然后help help就是在 就刚刚那第一页里面的help在这里 它动作怎么样操纵它 那 要把它toggle掉 就按一下就toggle toggle就是 那 那这个里面有 有非常多的东西 offline storage 时间的关系 我讲 因为刚刚一直该跟你们讲说 这个 它的 它的这个 我要replay 还要更新 那就很啰嗦了 办公室有更新 这也没有更新 看这个 看一个audio的好了 然后audio canvas webgeo webgeo3d 就是canvas里面可以摆很多的东西的 多媒体的 现在想找一个 找那个语音辨识的一下 找不到在哪里了 语音辨识应该是在 那个就很有趣了 或者是我们直接看一看好了 从头看一看 碰到我在 在这 那这个前面 其实 我刚刚那一页的 也是从这上面下来的 这个 HFM5是等于 这三个东西 HTML SCSS 跟JavaScript的 这个 整合 对 然后 那 offline storage 我们这里以web storage为主 那它同样 它这边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在 如果打任何的东西 就 save下来 这是它的source 这边 如果 那 结果它就秀在这里 就save 等于说local的 就是这个 window.local story 因为它现在秀在这个window里面 然后 把这个value area 等等 所以它 就跟 就一个线上tutorial 都可以try它 等一下 等一下学长来 也会try一些 那sql的database 我说 我去管它 index database application cache 我要讲一下了 application cache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的 那个cache 我说cache 可以存在client端 可以存在server端 也可以存在中间 首先中间就是prosy 首先中间就是prosy 那有很多技术 新的这些技术 像 不管现在所有的 你用sgspr 或是ruby on rail 或是python的django等等 它在server呢 就容许你存上一些cache 那 HM5 里面呢 容许你做什么 在pine 你存上cache 然后这个cache叫application cache application cache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个 web storage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可以让 指定一些档案 就指定一些档案 我们说 web storage呢 它是那些变数的值 变数的值是那些变数 你要存在这里 可是 有些档案呢 有些档案 是什么样的档案 你可以 叫它抓下以后呢 就 占存在 这个 由开发者要做 然后就存在这里 那这个 那存的话 你要做一个 所谓的cache manifest 就要有一个这个 这个里面 摆说 我要存哪些东西 一个javascript 一个css 它一个图档 这三样东西呢 我是要存在local的 那这个 呃 那这个web walker 基本上在 我想这个等一下就留给你们 呃 留学学长讲好了 web socket web walker 那有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是drag and drop drag and drop 以前 以前如果就 呃 javascript直接做的话呢 那这些都是mouse event 我要控制这个mouse 开还是下 上还是下 我要click 还是移动 还是drag 还是做什么 都是mouse的动作 可是在HMV 它的API 就让你能够 click某个物件 然后往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拉 就是把这些drag and drop 变成一个 直接的 呃 一个 你可以用程式来控制的动作 然后让那个动作就 很容易的 比较高阶的来写 那这个 这个是drag and drop 所以drag and drop 因为它能够做的东西 比较comprehensive 所以它就比较 呃会会特别 API比较量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特别的会 拿出来弹的哈 那fire的这个部分哈 我又有一些 诶speech 啊我要看到就是这个 可是呢 可是很像 很像我这里 是 Speed input is not enabled enable speed google crown 不是 OK 这个这边没有 所以我要在 我要在这里来看 啊这边google crown 有哈 所以我刚才要 一直说要秀给大家看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 我看我这个有没有OK 请说话OK Hello Hello 221 我办公室里面是帅的非常好的 再试一试 Hello Google 太差了 我在办公室里面讲了好多 都通通没有一次不OK的 通通一次 How are you 手机 是有杂音耶 他一开始你没有讲话就有 Hello Hello 太乱了 因为我在办公室试了 我觉得 如果这个能够这样的话 那Siri应该是这个 我这样这样不行 太多 How are you? 螺丝 这可能跟中英文设定有关系 因为我的那个 我全部是用的英文版 那这个看起来是 它跑中文的 有可能 我看看 你好吗? 这都是螺丝 你好吗? 还没跑完吗? 它是一直在跑的 你好吗? 有一点 有好吗? How are you? 自己去玩一玩吧 这个让我来做这个怪怪的 自己玩很好玩的 我玩了好一会儿 觉得还不错 所以 OK好 那就是说 所以它这里面也加了 加了这个 那它还不用training 它还不用training 所以它这个 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就是怎么样来做 怎么样来做一个游戏 那等一下需要回来介绍 那它前面也会把这个tutorials 先跟大家比较完整的走一遍 好 那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麦克风不好 好了